纽约殡仪馆学院学生的面孔 反映了这个领域人员组成的改变 他们大多数是女性 每个人都问我 你喜欢死尸 没有人喜欢死尸 我只是想做这份工作帮助别人 学生们说更多的女性 让这个产业变得更好 你永远无法了解 一个人到底在经历什么 但是你可以让他们知道 你在这儿 如果他们需要谁来一起度过这个难关 那么你在这里 而对于男性来说 他们会直接做完本职工作 这听起来有点残酷 但这是我的观察 在位于纽约的这个校园 学生们学习这个领域的每个细节 包括学习如何修复 被疾病或外伤影响的脸 现在殡仪项目56%的毕业生是女性 但是改变是缓慢的 74%的殡仪馆的馆长仍然是男性 对于女性殡仪馆馆长 有些人对于跟他们合作持怀疑态度 确实有个家庭 他们说他们不希望女性馆长来操办他们的葬礼 我们会尊重他们的想法 我理解老一辈可能会有这种看法 然而有些人例如戴维·皮内迪特教授说 殡仪馆馆长这个职业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 如果这个职业要继续下去 我们就需要接受女性 如果不这样做 那么下一代就没有人来接受这个职业 这个职业就会彻底瓦解 这就是女性改变工作领域面貌的又一个例子 美国之音 易凯文 华盛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